嗨 這個我用我們的聯發科恩7697 然後加上一個DHT11 做了一個用WebService的方法 可以查詢我們DHT11查詢到的溫濕度 那這個最主要我們後面要套那個Noray 那我大概說明一下 這個動作其實很簡單 在我們抓到這個 我們的 在我們的那個卡連線以後對不對 你應該會有一些那個 Message 會進來 你要Passing那個進來的Message 尤其是Referrier 還有Get這兩塊 然後呢 你要去把你現在的這個Parameter解出來以後 比如說我現在就有四個 Runk Clear Temp 跟我的Humi 那 Runk這個 我有一個Runk Ping 這個就主要就是要拿來做一個警示而已啦 那你可以隨意定你自己的那個Ping 或是說你的那個Runk 本身他的這個 要觸發的這個訊號 那像比如講我現在我剛剛查詢的是 好 好 我現在查濕度好了 好 還沒查到 嗯 有他有查到這一個 但我們的Browse還沒有反應 好 我們再查一次 因為這DHT11乳不能查太快 好,29 他 你大概要每兩秒你才能查一次啦 好 Clear 他就是一個把燈號關掉或是 燈等等的那個功能 好 Temp 29度 好 然後我們的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WARN WARN 好 我們應該要把Cache關掉比較好 然後 好 Umedity 好 68 6800分比 好 剛剛是67 是67 然後 Temper H 好 隨便你 好 他就是看你這個斜線後面的4個 4個字他寫什麼 就對了 好 然後 好 好 好 現在是讀不到 因為 不能太密集 好 67 嗯 29 OK 那 後面我再套那個